圣德高僧们的重要答复 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 回复求证者们的提问 农历正月十二 第十二道答案 能做传承戒惯内秘顶的丧师 必须具备三大条件 一 该师接受过内秘灌顶 必须有一丈五尺至三丈长的信物 度量金刚神 二 必须是金寇圣德 三 该师确实没有失掉传承 三条却一条都不具戒惯内秘顶的道行 能做单人真正内秘灌顶之师 必须是三段金寇圣德 但三段金寇圣德灌不了本尊法源灌顶 至于一至二段金寇圣德 只能借内秘弹场做借灌内秘 而联花寇尊者能借灌内秘 可是没有绝对把握为弟子灌成真正的内秘灌顶 凡是牵涉到内秘的灌顶 必须要在符合法规的内秘弹场做灌 才能如法 否则灌了顶 对受灌弟子 也是丝毫修不起受用的 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 待大圣导门执笔回答体问 2018年2月27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